大家好,今天和大家聊一下和珅这个人 和珅可以说是清朝时期最大的贪官 用富可敌国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难道乾隆就不知道和珅的贪吗? 其实乾隆知道,并且在和珅死之前 乾隆还特地关照了一下和珅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根据历史的记录,和珅贪污的钱财 能够抵得上大清朝15年的财政收入 而如果和大清朝的国库来对比的话 他的资产加起来,能够当得上清政府国库资产的四倍有余 堪称真真的富可敌国啊 说到这里,很多人会说 作为当时的皇帝,乾隆难道一点都不知道吗? 如果是小贪还可以理解 可是对于这样的巨贪,乾隆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其实,乾隆对于和珅的贪污是了如指掌的 那么为什么乾隆不杀和珅呢? 有几个方面的理由 首先,和珅这个人很会拍马屁 据说,有一次皇太后生病 而和珅哭得比乾隆还伤心 将乾隆感动得不得了 并且和珅与乾隆聊天 都会用不同的词来赞美乾隆 乾隆是百听不厌 而和珅也是乐此不疲 真的是一个怨打一个怨哀 还有一点,和珅很会办事 和珅不仅会拍马屁 在做事上也是非常了得 所以他才能够当上大官 管理朝廷的事情 因此在某些方面 和珅对于乾隆来讲 是个不可缺少的人才 最后一点 和珅是个才子 我们都知道 乾隆是清朝皇帝中最有才华的一位 而和珅也是如此 文章写得非常好 这一点非常符合乾隆的胃口 并且和珅只是贪污 只要不威胁到乾隆的地位 其他的都是可以原谅的 可是乾隆早晚是要死的 这一点和珅非常清楚 所以在乾隆死后 乾隆的儿子嘉庆皇帝 立马就问罪和珅 将和珅打入了死牢 最主要的是 将和珅的家产全都超了 由于和珅知道 自己早晚会有这么一天 所以面对死刑 他内心非常的平静 而在和珅受审的那天 一个太监急急忙忙地跑过来 说乾隆皇帝有亲笔手谕 并且对和珅说 这是和珅的保命符 大家都会认为肯定和珅 能够幸免于难 当时和珅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当和珅打开手谕后 上面写了三个字 刘全诗 这让和珅傻眼了 还认为乾隆会念在 自己的恩情上放过自己一马 讲到这里 不得不说 半君如半虎 皇帝要你死 你就必须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